香港人 很久不見了 我很幸運 香港人很幸福 我喜歡吃的東西 香港人很幸運 跟香港的粉絲打招呼 很久沒來香港 每次來香港都很開心 因為香港實在有太多的美食 好 那一條問題 今次有時間三個月再來到香港 那今年在香港最難忘的回憶是甚麼呢 昨天在香港有很多人訪問 兩天後再到香港去到香港 最近在香港最遇到的記憶是甚麼 今天晚上 市內去吃飯吃的 最難忘的就是 但是反而是今天今早 就出去吃飯就是最難忘的 那有沒有說今天吃的菜 或者其實在香港 你最喜歡吃的東西是甚麼呢 那如果是香港人最喜歡的 음식 還是再去到香港 旁邊去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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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今天吃的菜 就是吃了這個海鮮 那我覺得這個味道是非常之好吃 令他很感動 但是他就想不起那間店 叫甚麼名字 好 下一條問題 那今年七月 在香港 事隔八年之後 就再開了這個 《Steelraining》的演唱會 那有甚麼感想呢 七月的《Steelraining》的演唱會 八年後 再到香港再到香港 演唱會 所感到的 是否有甚麼感想呢 是 是 久不見了 香港在香港 曾經在香港 有很多朋友來 所以我非常感謝 他們 還有 很快的 旁邊去到香港 也有很好的 旁邊去到香港 那就相隔了很久 都沒有來香港 所以這次可以在香港 開演唱會 都是覺得非常之開心 希望可以盡快 籌備一個 更加是有型 帥氣的舞台 一個演唱會 來到香港 再見大家就好了 那2024年的《ReiTour》 已經順利完成了 那2025年 有沒有甚麼 新的《Tour》的計劃呢 我認為 2024年《Tour》 是成功的 結束了 但是 明年25年 還有《Consert》 和《Tour》 的計劃呢 是 是 《Consert》 是正在進行中 明年25年 也 《Consert》 而 《Album》 也有 希望 明年 也有 希望 也有 明年 也有 計劃 出碟 還有 如果可以 還會做一個 巡迴演唱會 最近 也看到 Ring上了 綜藝 會不會 在音樂 或拍劇上 都有新的計劃呢 剛剛也說過 但 音樂 和演繹 有甚麼計劃 可以考慮嗎 是 是 明年 會 有 電視劇 電視劇 演唱會 和 演唱會 演唱會 希望 大家可以多多 好好期待 現在 工作也很繁忙 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之間呢 常常在忙 都忙 工作得來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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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家庭第一是最重要的 如果有時間也會繼續做音樂和拍劇集 去拿軍行 在稍後的活動上會表現什麼的歌曲 今天有什麼歌曲 請問一下 最近有些歌曲 今天有些歌曲 其實最近也有出了新歌 但是因為這裡可能比較想聽以前的歌 所以今天就不唱新歌 就先唱以前的歌 作為一個經常周遊列國的人 你最重視旅遊的哪一個範疇 出場和遊行都常常去 有意見是最重要的 遊行有感覺是最重要的 所以是最好的選擇 如果周遊列國的話 一定是覺得舒適最重要 所以是以舒適度為主的 好,那未來會不會說說最喜歡去哪個地方去旅行呢? 那如果最喜歡的旅遊會去哪裏去? 那一定是香港吧 那你沒有去過哪一個城市,但希望將來可以探索的? 最後一個問題是,未來會訪問,未來會訪問,未來會訪問的地方嗎? 其實,我為什麼要說到香港呢? 因為我經常在工作和演唱會上來,我沒有去過多久 所以,香港內有非常有名的地方 但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會想像香港的工作 也會做到的 我希望香港的工作 也會做到的 我希望香港的工作 也會做到的 為什麼剛才提到香港呢 其實香港很多時候 都是工作的性質來 不論是演唱會也好 變成沒有真正可以到處遊覽 希望下次有機會的話 可以放下工作來香港遊覽 或者是拍一些program 那就好了 多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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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